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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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终于见到回头前了 好 于千 他俩关系啥时候变得这么好啊 妈也不是关系好 谁打起来了 于千哥哥 喂 你干嘛打我于千哥哥啊 你说呢 我先洗个脸去 于儿 我 于千哥哥你放心 只要继续这样下去 咱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可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自己没用 终究还是要靠着石少侠才能 于千哥哥你别这么说 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 真的吗 于儿妹妹 你也想想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当然了 于千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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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快就要公开了 他是 他是给我打理事务的管家 莫要见怪啊 好 原来是管家 原来是管家 然后我们走 走吧 别管他了 别管他了我们走 我们去那边玩 别烦我 走开 走吧 本大爷带你耍去 不去 走吧 月儿 月儿妹妹 您可算回来了 让我好一通找 月儿 月儿 你还是早点回去睡吧 月儿 对不起 我为白天的事跟你道歉 但是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解释 月儿 月儿 你知道 就那些崇拜者 他们有多疯狂 再者说了 你为了我离家出走 如今又被他们发现了 咱们俩还没成亲呢 这样的话 会对你轻易受损的 真的吗 嗯 锁门睡觉喽 你这人怎么如此鲁莽 好 石大侠 给江小姐的信 月儿 其实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 你想一想 如果我能进名人堂的话 那我们的未来生活 会更好 大小姐 谢谢 来 白小生邀请我们明晚赴宴 白小生 就是江湖小报的主编啊 好 好好 好 好好 好 太好了 终于见着回头钱了 你先 他俩关系啥时候变得这么好 妈也不是关系好 谁打起来了 雨谦哥哥 喂 你干嘛打我雨谦哥哥啊 你说呢 我先洗个脸去啊 我先洗个脸去啊 雨儿 我 雨谦哥哥你放心 只要继续这样下去 咱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可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自己没用 终究还是要靠着石少侠才能 雨谦哥哥你别这么说 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 真的吗 雨儿妹妹 你也想想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当然啦 雨谦哥哥 喂 雨谦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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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雨谦哥哥真的好吃 我喜欢你好久了 给我讲 给我讲 她是谁啊 她为什么会站在你旁边啊 对啊 她是谁啊 就是啊 没想到我和雨谦哥哥 这么快就要公开了 她是 她是 她是给我打理事务的管家 莫要见怪啊 哦 原来是管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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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走 走吧 别管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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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走 我们去那边玩 别烦我 走开 走吧 本大爷带你耍去 不去 走吧 月儿 月儿妹妹 您可算回来了 让我好一通找 好 雨谦哥哥 时候不早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睡吧 月儿 对不起 我为白天的事跟你道歉 但是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解释 你 雨儿 你知道 就那些崇拜者 他们有多疯狂 再者说了 你为了我离家出走 如今又被他们发现了 咱们俩还没成亲呢 这样的话 会对你轻易受损的 真的吗 嗯 锁门睡觉喽 你这人怎么如此鲁莽 石大侠 给江小姐的信 你 雨儿 其实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 你想一想 如果我能进名人堂的话 那我们的未来生活 更好 会更好 大小姐 谢谢 好 白小生邀请我们明晚赴宴 白小生 就是江湖小报的主编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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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好 终于见着回头钱了 他俩关系啥时候变得这么好 妈也不是关系好 谁打起来了 雨谦哥哥 喂 你干嘛打我雨谦哥哥啊 你说呢 我先洗个脸去 雨儿 我 雨谦哥哥你放心 只要继续这样下去 咱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好的 可越是这样 我越觉得自己没用 终究还是要靠着石少侠才能 雨谦哥哥你别这么说 你在我心里就是最好的 真的吗 雨儿妹妹 你也相信我自己一个人可以 当然了 雨谦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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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谦哥哥哥 我喜欢你好久了 过去过去 她是谁啊 她为什么会站在你旁边啊 对啊她是谁啊 就是啊 没想到我和雨谦哥哥 我这么快就要公开了 她是 她是给我打理事务的管家 莫要见怪啊 原来是管家 原来是管家 走我们走 走吧 别管她了 别管她了我们走 我们去那边玩 别烦我 走开 走吧 本大爷带你耍去 不去 走吧 月儿 月儿妹妹 您可算回来了 让我好一通找 好 雨谦哥哥 时候不早了 你还是早点回去睡吧 月儿 对不起 我为白天的事跟你道歉 但是 我希望你给我一个机会解释 你 你 你 雨儿 你知道 就那些崇拜者 他们有多疯狂 再者说了 你为了我离家出走 如今又被他们发现了 咱们俩还没成亲呢 这样的话 会对你轻易受损的 真的吗 嗯 锁门睡觉喽 你这人怎么如此鲁迷 石大侠 给江小姐的信 哎 雨儿 其实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我们的未来啊 你想一想 如果我能进名人堂的话 那我们的未来生活 更好 会更好 大小姐 谢谢 白小生邀请我们明晚赴宴 找一个男子 白小生 就是江湖小报的主编啊 你等会儿? 你算是没迪迦